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 一起来关心7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 竟然相公所落实防汛抢灾 整备工作的落实 积极整合民间资源和工部门 齐心协力的来投入防灾任务 不仅是防汛抢险演习 拿下了全县的第一名 更获得了内政部肯定连续5年 拿下满分特有夹击 而香港由苏贞表示 将持续的率领团队 经经防灾灾害防救的相关作为 来守护乡亲生命财产的安全 县长徐正卫日前表扬了 花莲县112年度高司级 士兵防汛演练成绩 评定优异的6个乡镇公所 其中间相公所获得全县第一名 县长尤淑珍表示 每年都以不同的防汛灾害 预设条件来做演练 创新挑战最近4年内容 全无重复性的灾害预防模拟 要考验团队的作为 防汛抢险的有效作为 带来相信居住品质 以及生活安全保障 非常重要的一份职责跟工作 谢谢花莲县政府 以及中央所属的单位 跟吉安湘来协力 共同完成防汛抢险的 救灾准备工作 今天也给予吉安湘第一名的肯定 我们相信这是带来 克正努力 未来执行更加精进的一个 作为的准备工作 我们希望未来吉安湘公所 会继续努力 保障乡镜 生命财产安全 跟着中央献香协力 共同的努力 做好最好的防护作为 刘淑珍表示 除了防汛演习逼争 确实有效率 吉安湘更和临近的乡镇 签订了灾害防救 相互支援协定书 要建立跨区域的联盟 相互支援 扩大守护乡亲的生命 财产安全 介络会吉安湘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